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场酒店的 我的一些观点吧 第一个最重要的 我跟大家讲就是 酒店房间的空气流通问题 我们就说这个酒店大概在我的心目中 大概把它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比如在澳门最普通最常见的 就是酒店房间的窗户全部是紧闭的 从来不能打开的 就是你任何时候住 你今年去五年以后再去 十年以后再去 窗户永远是不开的 不管它是高端的还是普通的酒店 那么这个我们在澳门也可以理解 因为什么呢 因为澳门是比较这个 空气比较潮湿 那么潮湿就容易引发很多病菌 包括墙面啊 还有它一些专修的 这个家居啊 和什么木材啊 这些东西 它都容易生煤 还有很多病菌 所以说呢 它就不开窗 不开窗呢 主要是挡住这个湿气 另外呢 再就是这个冷气 有这个抽湿的这个功能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防止你跳楼 对不对 那么这是第一种酒店 那这种酒店呢 我 我在澳门我是坚决不住的 我告诉大家 那第二种酒店呢 也是不开窗 不开窗 但是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叫 我们叫什么 叫空气的这个换风的这个系统呢 做的非常好 你比如说像永利酒店 包括美高美也算不错 还有四季酒店 这些酒店 你包括星际酒店 我都不觉得它做的有多好 就是它的一个换风系统啊 像永利酒店的这个换风系统啊 它好到什么地步呢 可以这么说啊 咱们在里面抽烟啊 你都不会感觉是在一个屋子里面抽烟 就你在抽烟它很快就给你把 把那个烟呢 就给你吸走了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 这种酒店呢 不开窗呢 我是觉得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那么第三种酒店呢 就是像这样的 它是有 可以开窗 可以开窗 有阳台的 那就非常棒了 这种酒店啊 但是呢 这种酒店也有 也有它的这个 也有它的这个弊端 那我们先讲这个第一种酒店 就是那个 残年不开酒店 残年不开窗户 通风 换风系统又差的 我就不说那些老的啊 比较低端的那些酒店 我就不讲 我就跟大家讲 我曾经在金沙城中心 里面不是有三个酒店吗 有堪莱德 喜来登和假日 我忘了是在喜来登还是假日 事实上它那种酒店呢 在国内呢 像喜来登和假日 在国内一听起来呢 诶 这个品牌还是不错的 有甚至还是五星级酒店 那事实上那这种酒店呢 那在澳门在我看来呢 就相当于 就相当于中国的快捷酒店这样的一个水平 当然了 比中国的快捷酒店的这个专修各个方面 那肯定是要强多了啊 但是它在整个澳门的这些五星级酒店里面 来比较的话 它大概也只能是四星级酒店吧 我一跟大家讲 我有一次在金沙城中心 你想想金沙城中心该有多大 那么呢 我在里面大概住了 我总共住了有五到五天 二十七天我玩了啊 但是我记得我有整整三天时间 就在金沙城中心里面没有出去过 就等于没有见过太阳 那么呢 什么都在房间里面 然后吃饭 赌场也都在这个金沙城中心里面 那么有一天呢 大概第三天的时候呢 因为绝对是第三天 我就 我就出酒店 就出金沙城中心外面 我把门一推开 这个酒店的门呢 一到外面啊 就有自然空气和这个太阳的时候 大家猜怎么着啊 我差一天 一头栽下去 就这么可怕 我接个电话 那我跟大家说 那真的是非常可怕 一头差一点就栽下去啊 就觉得头一阵悬阴 看到这个太阳以后啊 然后再就是这个高温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二十几度 大概二十三度到二十五度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吧 连续三天 而且呢 他们那个酒店的那个换风系统 确实是很差 加上我又是抽烟的 可能跟我这个抽烟关系很大 那也就是说呢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 或者你废货量比较好的 这些人呢 假如你又不抽烟的话呢 那可能呢你没有啥感觉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就是说房间不通风的 没有新鲜空气进来的 甚至甚至 因为有的房间是有阳光进来的 甚至如果没有阳光进来的 这种房间里面你时间呆久了 对我们的那个整个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啊 是非常不好的 那如果是你作为一个去玩百家乐的玩家的话 那对你对你影响可能是会非常大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呢 你可想而知 在那样的情况下 我连续待三天的 最后一头差点栽倒的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他已经给了我一个警示 就这个地方不能住了 对不对 那么呢 同样的这三天我在里面 缠斗三天 缠斗了三天一定输 好吧 我跟大家讲讲讲这个我的一个经历 那么 第二种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他换气比较好的 那个酒店大家真的是可以 那么 那么像这种酒店呢 他要比我刚才说的 比如像澳门的 澳门的喜来登啊 这些酒店呢 他可能要放他一个倍 他可能 那种酒店可能 我们赌场送钱 送了我们就先不说啊 我们假设这种酒店 就是说一般正常的八九百港币 或者一千港币 那么呢 像我说的那种通风比较好的 但是也不能开窗的 他的这个价格大概就是翻个倍 大概要在两千块钱左右 那事实上你到赌场里面你去下注 最低注也要一千两千啊 所以说但是我们有时候呢 我们就会 就会在这种小钱上面去计较 那么呢 他影响了你整个的这个 一个大局 就是这是这其实是我们 我们我们这是我们很多玩家 容易犯的错误 我们说公寓散其事 必先立其器 那虽然这个房间不算是你的一个工具武器 可是它是你的一个条件啊 你可能你可能在这个房间里面 加上你正常的睡眠时间 以及就你正常的睡眠时间 以及你还有其他的休息时间 你在里面可能一天要待十来个小时的 十几个小时的 那这十几个小时的环境 它对你的人的影响非常大的 好 那么他 要你增加多少成本呢 翻个倍的成本 也就是说一千块钱成本 大概就是这样的啊 那这一千块钱成本 事实上这里进了赌场以后也 有时候你连一住都下不到啊 最低的它有两千和三千的 可是我们很多人呢 就会在这上面去计较 那么如果你要计较这一块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啊 不如直接去住民宿 去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 它可能房子不是那么新 可是呢 它窗户可以开很好 它可以把窗户开的这个 这个通风有阳光啊 你就是一个正常人在澳门在生活 那如果你住在我刚才讲的那种 封闭的不通风的那种房间里面 虽然感觉好像整体的环境啊 砖修啊整体的环境都还不错 但事实上你不是在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你的大脑就就会变得不正常嘛 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以这个呢 跟他讲一讲 我准备就是做一个我们玩家去住酒店的 要注意的几个事项 那么这是第一个 这对我来讲 包括我现在去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就是说 你比如说去马林拉也好 包括在美国拉斯沃加斯也好 还有澳门就不用说了嘛 包括在这边也好 在新加坡也好 那这个能不能开窗 永远是我的首选条件 能开窗还要看他能不能通风 能通风还要看他怎么呢 他的朝向阳光能不能进来 我就特别提醒大家 那下一集我们就讲第二个 要注意的事项 好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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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